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种梅味诊弹招 玉米棒子味道梅 让人不住流口水 玉米棒子猪一果 热气腾腾肥肠多 不管多热烹再收 拔掉外皮坑一口 太可拿来用活口 这种吃法也很好 嚼嫩爽口有点糊 这种感觉最舒服 玉米棒子是梅味 害有一种很灵类 一净变黑和腐败 比较特别的存在 这种玉米也能吃 城里的人都不值 农村的人都知道 人间梅味别丢掉 黑色中牛板菌类 输一人间的梅味 人成天然黑总鲁 请我给人来讲述 经历价值非常高 收购价格也肥表 如今农村年轻人 对他认识也不蠢 前早地是黑分菌 请我给人来讨论 玉米立上其作用 玉米变质也发病 颜色神度都不同 都是天然类形成 颜色变化非常大 有前神儒的变化 形成人菌的分薄 市场价值非常高 别看外表脏乎乎 营养其他兜不住 蛋白质 蓝基酸 维生素也在中间 锅烫含量也丰富 价值多得不成熟 看次生病不是病 可以治疾来适用 中医角度来考虑 与些颠急离免急 能够直播和安慎 防止止病和纠症 也被云用食品种 价值开发很成功 真菌国内的法栈 研究切步比较弯 如今逐渐有史昌 产生神渊的影响 名为数量黑稀烧 成为玉米神上包 玉米真菌赖姜树 希望大家多关注 那个多关注 农民就是雷 农民就是雷 地球人都知道 我做人很狼狈 金钱是玫瑰 是袋子的贝类 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 农民就是雷 农民就是雷 全世界都知道 你赚钱很疲惫 用你的汗水 来换真恨美 农民受苦受累 谁安慰 谁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